109年使用牌照税4月1号开征缴纳期限是到4月30号 地方税务局提醒民众要在期限之内缴款 而现在缴税的方式十分多元 民众使用线上查缴税额还可以参加抽奖 如果遗失税单或者没有收到税单 也请民众赶快向税务单位来申请补发 109年使用牌照税4月1号即将开征缴纳期限到4月30号 地方税务局表示税单都已经寄出了 请民众在期限内要缴款 缴款方式十分多元方便 请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而如果税单遗失或者是没有收到税单 也请民众赶快向税务单位或者是上网来申请补单 109年使用牌照税开征车量数即11万2403辆 开征税额即8亿8136万元 开征期间从今年的4月1日到4月30日 只要您的名下有汽车或者是151cc以上的机车 都要缴纳使用牌照税 那如果零次身心障碍者有申请使用牌照税减免的话 免税税额以汽缸总排气量2400cc的税额为限 超过的部分也要缴纳 请车主务必注意 那民众如果收到缴款书的话 可以直接持着缴款书到金融机构去缴纳 税额在2万元以下者可直接在便利商店缴纳 另外民众也可以使用信用卡 晶片金融卡 约定转账 活期储蓄存款账户转账 ATM等方式来缴纳税款 那因应这次新冠肺炎的影响 那减少民众出门缴税的风险 民众也可以用下列两种一化的方式来缴纳使用牌照税 那第一种是以行动支付的方式 使用您手边的手机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即可以连到财政部的财政部的缴税网站 直接缴纳牌照税 或者使用缴税APP 像是台湾Pay EasyPay 简单付 还有爱缴费 这几个缴税APP都可以扫描QR Code 直接缴税 或者可以使用您的车牌号码或身份证及统一编号 直接登陆地方税网络申报系统 使用线上查缴税 这些方式都相当的便利 地方税务局鼓励民众多使用行动支付 还有线上查缴税方式来缴款 还可以参加抽奖 如果有任何牌照式的问题 都可以拨打0800-000321 或者是038-226-121转242-246-248来查询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